美女拉西娇羞地从浴室走出来 老头见此瞬间流出了哈喇子 当看到拉西放下了头发 他立马拍了拍身旁床铺 招呼拉西赶紧坐过来 拉西是一名在读大学生 为了凑够上学的学费 他四处寻找能赚快钱的兼职 好不容易找到份高薪工作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雇主却是个年迈的老头 作为艺术界有名的雕塑大师 他需要拉西做人体模特 为他提供新的灵感和死物 必要时甚至需要为艺术牺牲 拉西听完后非常抗拒 然而当老头输出双倍报酬时 他还是沉默地答应了下来 接着老头递给他一杯酒 说这样能不缓解紧张 谁知当拉西喝完后 却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不仅主动坐到了老头的身边 甚至在对方伸出咸猪手的时候 主动并且急迫地迎了上去 老头见此露出满意的微笑 接着做了个让人震惊的动作